陈丸是陈丽公他的儿子 陈丸出生时 恰好周太使经过陈国 陈丽公就请他为陈丸占卜未来的吉凶 占卜的结果是从官卦变成否卦 周太使说 意思是查看国家的光华 能够作为君王的上兵发挥效用 这就是说他会代替陈军拥有国家吧 也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国家吧 也可能不在于他本身 而会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 倘若是在别的国家 就一定会是江姓之国 江姓就是地摇十七四月的后人 事物都没有能两方一起强大的 陈国衰落后 这个人的子孙才能昌盛吧 丽公是陈文公的小儿子 他的母亲是蔡国的女子 文公去世 丽公的哥哥陈豹继尾就是桓公 桓公与陈他并非一母所生 到了桓公生病时 蔡国人就为陈他杀掉了桓公陈豹 和当时的太子陈敏 并拥立陈他成为国君 就是丽公 丽公即位后 就娶了蔡国的女子为妻 这位蔡国的女子和蔡国人通奸 多次回到蔡国 丽公也多次前往蔡国 桓公的小儿子陈灵怨恨丽公杀了他的父亲和哥哥 就命令蔡国人诱骗丽公并将他杀死 陈灵自立为君 就是桓公 因此陈婉没能继承军位 而是担任陈国的大夫 立功最后被杀掉 是因为淫乱而离开本国 因此春秋中说蔡国人杀了陈他 是指出他的罪过 桓公去世 他的弟弟储舅继位 就是宣公 宣公二十一年 前六百七十二年 储舅杀了太子玉寇 玉寇和陈婉关系亲密 担心祸及自身 因此陈婉逃往七国 齐桓公打算将他任命为亲 陈婉推辞说 做客在外的陈子 能够倖免于种种负担 这是君王的恩惠 我不敢再担任如此高的职位 桓公就任命他为公正 齐一众打算把女儿嫁给陈婉 就占卜这件事 挂词中说 夫妻将会如凤凰一般双双飞翔 名叫和谐悦尔 有归世的后人 将会成长在僵尸的国家中 五代之后就会昌盛 地位与正亲并列 八代之后 没有人能比他地位更高 最终将女儿嫁给了陈婉 陈婉奔赴齐国时 齐桓公即位已经十四年了 陈婉去世 嗜好为靖仲 靖仲生下儿子至孟仪 靖仲来到齐国 便将陈姓改为田姓 田至孟仪生下儿子敏孟庄 田敏孟庄生下儿子文子虚无 田文子侍奉齐庄公 靖国大夫鸾成在靖国作乱 前来投奔齐国 齐庄公给他优厚待遇 燕音和田文子独出言劝谏 庄公并不听取他们的意见 文子去世 他生下了环子吴宇 田环子吴宇很有力气 侍奉齐庄公 十分受重 吴宇去世 他生下了吴子开和黎子齐 田黎子齐侍奉齐景公 担任大夫 他从百姓那里征收赋税时 以小斗收上来 给予百姓粮食时 以大斗给出 暗中给百姓施加恩德 而景公并没有禁止 因此田氏狠得齐国的民心 田氏的宗族一天天强盛起来 百姓都心目田氏 燕子多次劝谏景公 景公并不听从 不久后 燕子出使到了靖国 暗中对书相说 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属于田氏 燕音死后 范氏 中杭氏反叛靖国 靖国攻打他们很急 范氏和中杭氏向齐国戒谅 田氏打算作乱 在诸侯国中树立党羽 就劝景公说 范氏和中杭氏 数次对齐国施加恩德 齐国不能不就他们 齐军派田请前去援救 并带去了粮食 景公的太子去世 景公后来有一个宠姬 叫瑞子 生了儿子 起名为徒 景公生病了 命令他的丞相国会子 与高招子 力图为太子 景公死后 高 国两位丞相 拥力图为国君 就是燕儒子 但田奇很不高兴 想要立景公的 另一个儿子杨生 杨生一向和田奇 关系非常好 燕儒子即位后 杨生就投奔了鲁国 田奇假装服侍高招子 国会子 每次上朝 都为他们担任参程 说 最开始各位大夫 都不愿意拥立如此 等儒子成为国君后 你们两位做了丞相 大夫们人人自危 谋划作乱 他又哄骗大夫们说 高招子十分可怕 赶在他并未下手时 我们先出手杀掉他 把大夫们都听从了他的话 田奇 豹木和大夫们 带兵闯入宫中 攻打高招子 高招子听说了 和国会子一起去救儒子 儒子的部队被打败 田奇的属下 追杀国会子 国会子逃奔举国 他们就返回来 杀了高招子 燕与逃亡鲁国 田奇派人前往鲁国 赢回了杨生 杨生到了齐国 藏在田奇家中 田奇便请大夫们说 田长的母亲 准备了粗疏的酒食 希望大家不嫌弃 能来一起喝酒 大夫们来到田奇的家中喝酒 田奇将杨生装进一个口袋中 放在中间的座位上 解开口袋 放杨生出来 说 这就是齐国的君王大夫们 全都俯下身子来拜见 准备定立盟约 共同拥立杨生 田奇撒谎说 我和豹木一起谋划立杨生为君的 豹木愤怒地说 大夫们都忘记 井公死前的一命了吗 大夫们想要反悔 杨生就叩头说 看我可以就拥立我做君王 不行就罢黜我吧 豹木担心大火殃及自己 就又说道 全都是井公的儿子 为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就在田奇的家中 拥立杨生为君王 就是齐道公 田奇派人将燕儒子迁到了台 并杀掉了燕儒子徒 道公已经即位 田奇担任相国 独自掌控了齐国的政权 道公四年前485年 田奇去世 他的儿子田长接替他的职位 就是田成子 豹木和齐道公有嫌隙 杀死了道公 齐国人共同拥立道公之子人 就是齐简公 田长成子与兼职一起担任左右相 辅佐简公 田长心里记恨兼职 因为兼职很受齐简公的宠信 他的权力不能被剥夺 于是田长再次实行他父亲离子的政策 以大斗将粮食带给百姓 以小斗收回 齐国人歌颂这件事说 老太太采来的起来 全都给田成子 齐国的大夫们上朝 豫央向齐简公敬见说 田成子和兼职不可以同时任用 君王做出选择吧 简公不听 子我 是兼职同族的人 一直与田氏有矛盾 田氏的远房族人田豹服侍子我 很受宠 子我说 我打算灭掉田氏宗族的嫡系子弟 让田豹你接替田氏的宗族 田豹说 我只是田氏的远族罢了 子我没有听 不久 田豹对田氏说 子我将会杀光田氏之人 田氏不先动手的话 大火就会临头了 子我常在简公的宫中居住 田长兄弟四人坐车进入宫中 要杀掉子我 子我关闭了大门 简公和公妃正在谈台喝酒 将要攻打田长 太时子鱼说 田长并不敢叛乱 而是将要除掉国家的祸害 简公就没派人攻打田长 田长出了宫 听说简公发怒的是 害怕被诛杀 想要外出逃亡 田子行说 由于未决 是办事的大敌 于是田长攻击子我 则我统领他的属下攻打田氏 没能取得胜利 出攻逃亡 田氏的属下追杀自我与坚持 简公逃走 田氏的属下在徐州追上 并抓住简公 简公说 如果早点听取欲秧的话 就不会遭到这种灾祸了 田氏的属下担心简公重新再位 而诛杀自己 就杀死了简公 简公即位四年就被杀死 于是田长拥立简公的弟弟奥 就是齐平公 平公即位 田长担任丞相 田长已经杀掉了简公 畏惧诸侯一起讨伐他 就尽数归还了 所侵占的鲁国和魏国的短地 向西和晋国的韩氏 魏氏 赵氏相约一合 向南与吴国 越国互通使者 修好功德 多行封赏 亲近百姓 因此齐国重新安定下来 田长对齐平公说 恩德施行是人们都想要的 请君王亲自施行 刑罚是人们都讨厌的 我请求由我来执行 这样施行了五年 齐国的政权都操纵在田长手中 田长由此将暴氏 艳氏 兼职及公族中力量较强之人 全部杀死 并割分齐国从安平往东 一直到狼牙的土地 作为自己的封印 他的封印比齐平公管辖的地区还要大 田长挑选齐国身高在七十以上的女子 当作自己后宫的妃妾 后宫的妻妾数以百计 并且使宾客即逝从出入后宫 不被禁止 田长死去时 有七十多个儿子 田长去世 儿子乡子填盘接替他 担任齐国的丞相 田长的嗜好为成子 田湘子已经做了齐宣公的丞相 晋国的韩 赵 为三家杀掉了之伯 瓜分了之伯的封地 湘子令他的兄弟和族人 全部担任齐国都一的大夫 与三晋互通使臣 将占有整个齐国 湘子去世 他的儿子庄子填白 继承了他的职位 田庄子担任齐宣公的丞相 宣公四十三年前四百一十三年 齐国攻打晋国 毁坏皇城 包围杨湖 第二年 攻打鲁城 葛义和安宁 过了一年 夺取了鲁国的一座城池 庄子去世 他的儿子太公田和 接替了他的职位 田太公做了齐宣公的丞相 宣公四十八年前四百零八年 齐国攻取了鲁国的城城 第二年 宣公和郑国人在西城相会 齐国攻打魏国 攻取了冠丘 宣公五十一年前四百零五年时去世 田惠在领丘起兵反叛 齐宣公去世后 他的儿子康公代即位 代在位十四年 沉溺九色 不处理国政 太公就将他迁往海滨 以一座城当作十亿 以便攻击凤阳祖先的祭祀 第二年 鲁国军队在平路击败了齐军 三年之后 太公与魏文侯在卓泽会面 请求成为诸侯 魏文侯就派使臣对周王和诸侯说 请求立齐国丞相田和为诸侯 周天子答应了 康公十九年前三百八十六年 田和被立为诸侯 在周王室的普及中列明 开始纪念元年 齐侯太公田和即位二年 去世 他的儿子桓公田武即位 桓公五五年 前三百七十年 秦国和魏国一起攻打韩国 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 齐桓公召集大臣们商量说 早点去援救和晚点去援救 哪个好 邹继说 都不如不救段干鹏说 不救的话 韩国就会转而投向魏国 不如去救援他 田臣思说 君王您的计谋不对啊 秦国和魏国攻打韩国 楚国和赵国一定会去救援韩国 这就是上天将燕国赐予齐国了 桓公说 不错 因此就暗中答应韩国的使臣救援 并送使臣回去 韩国本以为会得到齐国的援救 因此就与秦国和魏国交战 楚国和赵国听说后 果然起兵援救韩国 齐国趁此机会发兵袭击燕国 攻取了桑丘 桓公五六年 前三百六十九年 齐国出兵援救魏国 桓公去世 他的儿子魏王田因齐继位 同年 从前的齐康公去世 并未留下后代 奉义都归到了田氏手中 齐魏王元年 前三百五十六年 韩 赵 魏趁着齐国料理丧事 前来攻打齐国的林秋 三年 前三百五十四年 韩 赵 魏灭掉晋国后 刮断了晋国的土地 六年 前三百五十一年 魏国攻打齐国 攻入阳关 晋国攻打齐国 抵达柏林 青年 前三百五十年 魏国攻打齐国 攻取了薛林 九年 前三百四十八年 赵国攻打齐国 攻取了真诚 魏王刚刚即位时 不理国政 委任清大夫处理政事 在九年之间 诸侯国一起前来讨伐 齐国人都不安宁 因此魏王召来 吉莫的大夫对他说 自从你管理吉莫以来 诋毁你的言论每天都会出现 但我派人去视察吉莫 发现田野得到开垦 百姓自己自足 官府也没有积压的事物 东方得以安宁 这是因为你没有逢迎我的左右 以求赞扬的缘故 就封给他一万户做十亿 魏王召来阿弟的大夫对他说 自你守卫阿弟以来 赞美你的话 我每天都能听到 但我派人去视察阿弟 发现田野没有得到开垦 百姓十分贫苦 从前赵国的军队攻打真诚 你没能救援 魏国的军队夺取薛灵 你竟然不知道 这都是因为 你用重金贿赂我的左右 而请求赞美的缘故 当天就喷杀了阿大夫 左右近臣曾捧葬过他的人 也一并喷杀了 于是发兵西进 攻打赵 魏 两国 在卓泽击败了魏军 并围住了魏惠王 魏惠王请求献出官城讲和 赵国归还了齐国的长城 于是齐国震惊畏惧 人人都不敢再闻过是非 一定尽到自己的忠诚 齐国得到了良好的治理 诸侯听说了这些事 在二十多年中 没有人敢攻伐齐国 邹继子凭借擅长弹琴 得以觐见魏王 魏王很高兴 让他在宫里的幼室居住 不久 魏王弹琴时 邹继子推开门走进来说 琴弹得真不错 魏王十分不高兴 推开琴按着宝剑说 先生只看到了表面动作 并未认真品味 如何知道弹得不错呢 邹继子说 大贤发出的声调浑厚而温和 这就像国君 小贤发出的声音明晰且清脆 这就像丞相 恩贤很深 又舒缓地放开 就像正力 所发的声音和谐清亮 大小贤声完美配合 曲折婉转却不会相互干扰 就像四十 我是凭借这些知道弹得好的 魏王说 你倒是很擅长谈论音乐 邹继子说 不仅仅是谈论音乐 治理国家和安抚百姓 也都在这里面 魏王又十分不高兴地说 倘若谈论五音的条理 我相信没有能及得上先生的人 但要是说治理国家和安抚百姓 又怎么可能在音乐中呢 邹继子说 大贤发出的声调浑厚而温和 就像国君 小贤发出的声音明晰清脆 就像丞相 奔贤很深 又舒缓地放开 好比政令 所发的声音和谐明亮 大小弦声完美配合 曲折婉转却不会相互干扰 就像是四十 循环往复却并不混乱的原因 在于国家政治的昌明 节奏连贯而流畅 使威房的局面得以稳定 所以说情音和谐顺畅 就会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 治国与安抚百姓 没有一条不像音乐 威王说 很好邹继子面见威王三个月后被授予相应 淳于坤见到他就说 你真是很会说话呀 我有点不太成熟的看法 希望在先生面前说明一下 邹继子说 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 纯于坤说 能够服侍国君周全 就会申明两全 若不周全 就会使身和名都受到千类 邹继子说 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 我会小心谨慎 不离君主身边 纯于坤说 朱友抹在吉木的车轴上 是为了让他润滑 但润滑无法另方轴孔运转 邹继子说 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 我会恭敬地 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 纯于坤说 以焦粘合旧的公干 是为了把他粘合在一起 但焦无法弥合裂缝 邹继子说 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 我会恭敬地 让自己依附于万民 纯于坤说 狐皮大衣尽管破了 也不能以黄狗皮 来进行缝补 邹继子说 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 我会慎重地选择君子 不让小人混杂其中 纯于坤说 大车没有校正 就无法附和 其应当附和的重量 琴色没能调整 就无法组成和谐的武婴 邹继子说 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 我会谨慎认真地 修订法律 并监督那些奸华的官员 纯于坤说完 快步走了出去 来到门外 就对他的仆人说 这个人 我对他说了 五句隐晦的话 他回应我时 就像是回声一样 准确无误 这个人不久之后 一定会得到封赏 过了一年 威王就将下批 封给了邹继子 封号为陈侯 威王23年 前334年 齐威王和赵王 在平路会面 24年 前333年 齐威王和威王 在郊外会同打电 威王问道 大王您也有珍宝吗 威王说 没有威王说 像我的国家这样小 还有直径达一寸的夜明珠 照在车的前后 这样的车 共有12辆 每辆车上都有10枚 怎么坐拥万成兵力的大国 会没有宝物呢 威王说 我所认为的宝物 与大王并不相同 我的臣子有个叫坛子的 派他守卫南城 这样楚国人 就不敢进犯东方掠夺 四水附近的十二诸侯 全都前来朝见 我的大臣中 有个叫坟子的 派他守卫高堂 这样赵国人 就不敢来到东边的河中捕鱼 我的官员中 有个叫前夫的 派他守卫徐州 这样燕国人 就来到北门祭祀 以求的平安 赵国人 就来到西门祭祀 以求的平安 千一追随他的 有七千多家 我的臣子有个叫重手的 派他防备盗贼 结果路上掉东西 都没人捡 这些人都将赵要千里 如何仅仅是十二辆车呢 魏惠王感到惭愧 不高兴地走了 魏惠王二十六年 前三百三十一年 魏惠王包围邯郸 赵国向七国请求救援 齐魏王召集大臣商议说 救赵和不救赵 哪个更好 邹祭祀说 不如不去援救 段干鹏说 不救就是不道义 而且对我们不利 魏惠王说 为什么呢 段干鹏回答说 魏国吞并了邯郸 这对齐国来说 有什么好处呢 况且若援救赵国 并在齐耀充屯兵 这样赵国没有被攻伐 而且魏军也得以保全 因此不如向南攻打相邻 以使魏国受损 若邯郸被魏军占领 我们也能趁着魏军疲毙 而打败他 魏王采纳了他的计谋 从那以后 陈侯邹记与田记关系不好 公孙岳对陈侯邹记说 您为什么不谋划着 攻打魏国 到时田记一定会担任将领 倘若战胜有功 就是您的谋划正确 战争没能取胜 田记没有死在前线 就会向后败退 那他的命运 就在您掌握中了 于是陈侯向魏王敬言 派田记向南攻打相邻 10月 邯郸被攻陷 齐国趁此机会起兵攻打魏国 在桂林击溃魏军 由此 齐国在诸侯中最为强大 自称魏王 以便号令天下 魏王33年 前324年 齐魏王杀掉了他的戴富谋星 魏王35年 前322年 公孙岳再次对陈侯邹记说 您为什么不让人拿着十金黄金 在世上占卜 说我是田记的手下人 我们三战三胜 声明威震天下 打算举大事 是有利还是不利 占卜之人出来后 就命令人抓住那个替他占卜的人 到魏王那里去验证那个占卜者说的话 田记听到这个消息 就率领他的属下袭击了林姿 想要捉拿成侯 没能取胜便逃走了 魏王36年 前321年 魏王去世 他的儿子宣王田匹江即位 宣王元年 前319年 秦国任用商鞅 周王授予秦孝公方博的称号 宣王二年 前318年 魏国攻打赵国 赵国与韩国亲近 一起攻打魏军 赵军战况不利 在南梁作战 宣王召回了田记 恢复他的官职 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 宣王召集大臣商议说 早点救援好 还是晚点救援好 邹记子说 不如不救田记说 如果不救 韩国就会屈服并归附魏国 不如早点前去救援他 孙并说 韩和卫的部队尚未疲惫 就去援救 这是我们在代替韩国军队 承受魏国军队的攻击 最后反而要听命于韩国的指挥 而且魏军有攻破韩国和赵国的意愿 韩国将要亡国 必然会到东边再次请求齐国 我们趁此机会和韩国结成密切的关系 而且晚些承受魏军的疲劳之事 这样就能得到厚利 并且获得令人尊敬的名声 宣王说 很好就暗中告知韩国的使者出兵的消息 并将他护送回国 韩国因为以齐国为仗 就与魏军作战 接连交战五次都没能取得胜利 就向东将国家托付给齐国 齐国趁此机会出兵 太田记 田英为将军 孙并为军师 救援韩国 赵国而攻打魏国 在马林击溃魏军 杀掉魏将旁军 俘虏魏太子申 事后 三晋的君王都在田英的引荐下 在博望朝拜齐王 定立盟约后遗开 宣王七年前三百一十三年 齐宣王与魏王在平阿以南会面 第二年 又在真诚会面 魏惠王去世 过了一年 齐宣王与魏湘王在徐州会面 诸侯相互承认对方称王 十年前三百一十年 楚军包围齐国的徐州 十一年前三百零九年 齐军与魏军一起攻打赵国 赵军绝黄河水冲灌齐 魏联军 齐魏退军 十八年前三百零二年 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爱文学 及能言善变的游士 如邹衍 淳于昆 田平 接雨 圣道 还原这样的人有七十六人 全都赐予宅地 让他们担任尚大夫 不用整治政务 而只需发表议论 因而齐国记下学宫里的学者 又多了起来 并且人数多达数百 甚至上千 宣王十九年 前三百零一年 齐宣王去世 他的儿子敏王田地即位 敏王元年 前三百年 秦国派张仪 与各诸侯国的执政大臣 在聂桑会面 三年 前两百九十八年 敏王封田英于薛帝 四年 前两百九十七年 敏王从秦国迎娶女子 庆年 前两百九十四年 齐国和宋国的军队 一起攻打魏国 在关泽击败了魏军 敏王十二年 前两百八十九年 齐国攻打魏国 楚军包围了韩国的雍士 秦军击败了楚将驱概 苏带对田枕说 我希望拜见先生 所谓知识非常完美 能让楚国给你利益 办成了对你有好处 办不成对你也有好处 今天我站在门口 有个客人说 魏王对韩冯 张仪讲 主早将要失陷 齐国的军队又要进攻 先生要是来救我 臣还能保得住 要是不救我 我已经没能力抵抗了 这只是一种改变策略的话 秦国和韩国的军队 并没有向东来救援魏国 十几天后 魏国就会转变盟约 而韩国会追随秦国 秦国会霸主张仪 携手与齐 出两国交好 这样你要做的事就成功了 田枕说 如何能让秦 韩两国不向东出兵呢 苏带回答说 韩冯请求救援魏国的话 一定不会对韩王说 我是为了魏国而出兵 一定会说我会利用秦国 韩国的兵力向东抵挡旗 送两国的军队 我会聚集三国的兵力 趁楚将驱盖实力之机 向南歌取楚国的土地 这样我们之前的师弟 肯定能全部收回 张仪请求 援救魏国的言辞 一定不会对秦王说 我是为魏国出兵 一定会说 我会利用秦国 韩国的兵力向东阻挡旗 送两国 我会聚集三国的军队 趁着楚将驱盖失败之机 向南歌取楚国的土地 名义上为了保存 即将灭亡的魏国 其实是向韩 周两国炫耀战功后返回 这是为王者 才能做出的事业 先生可以让楚王 割让部分土地给韩国 让秦国说何此事 对秦王说 请让楚国割让土地给韩国 而秦王您可以借机胁迫韩 周二国 韩国就能不出兵 而从楚国得到土地 但韩国向东出兵的事 又怎样向秦国说呢 他会说秦国不用出兵 就能得到三川之地 威胁楚国和韩国 导致魏国陷入困境 魏不再敢向东去联合齐国 这样就孤立了齐国 张仪会怎么对秦王说 他向东出兵的事呢 他会说秦国和韩国 想得到土地 且出兵证据确凿 身为族已震动魏国 就使魏国中 不愿失去与齐 处得友好关系的人 有了说话的理由 魏国转而投向秦 韩两国 却还要讨好齐国和楚国 楚王打算让魏王倚靠他 而又不想割让土地给韩国 先生令秦 韩两国不用出兵 就能获得土地 这对两国来说可是很大的恩德 秦国和韩国的君王受到韩逢 张仪的蛊惑 向东出兵 为救魏国而做出牺牲 先生可以稳操胜券的要求秦 韩两国回报 这样就使秦 韩两国对先生有利 而对张仪不利 敏王十三年 前288年 秦桧王去世 23年 前278年 齐军与秦军一起在重秋击败储军 24年 前277年 秦国派金阳军到齐国充当人质 25年 前276年 齐国送金阳军返回秦国 孟长军田文进入秦国 就做了秦国的丞相 不久田文逃出秦国 26年 前275年 齐国与韩国 魏国联合攻打秦国 军队来到韩谷关后 驻扎下来 28年 前273年 秦国将河外地区割让给韩国以求的和解 三国撤兵 29年 前272年 赵国杀死了他们的主妇 齐国帮助赵国灭掉了中山国 敏王36年 前265年 齐敏王号称东帝 秦昭王号称西帝 苏代从英国来到齐国 在张华东门面见齐王 齐王说 西 很好 先生您来了 秦国派位染赠予我帝号 先生觉得如何 苏代回答说 大王问的有些仓促 而灾难往往在到来时并不明显 希望大王您接受 但不立即称帝 秦国称帝 倘若天下能够容忍他 大王就跟住称帝 也并不晚 并且辞让住称帝的名声 没什么损失 秦国称帝 如果天下都厌恶他 大王就别再称帝 以此来收拢天下的民心 这是很大的资本 而且天下并立两地 大王觉得天下是更尊重弃国 还是更尊重秦国呢 齐王说 更尊重秦国 苏代说 要是放弃帝的名号 天下是喜爱弃国呢 还是更喜爱秦国呢 齐王说 喜爱弃国而厌恶秦国 苏代说 东西两地定立合约 一同攻讨赵国 与讨伐宋国的暴君相比 哪个更有利呢 齐王说 攻伐宋国的暴君更加有利 苏代说 称帝所立的盟约都是均等的 但是与秦国一同称帝 天下只会尊崇秦国 而轻视齐国 放弃秦帝 天下就会喜爱齐国 而厌恶秦国 争讨赵国比不上 征伐宋国的暴君更加有利 因此 我希望大王能声明 自己放弃秦帝 以收据天下民心 背叛盟约排挤秦国 不与他争地位的高低 而大王利用这段时间 攻打宋国 战友宋国 魏国的阳帝就非常危险了 战友济西 赵国的阿东就非常危险了 战友淮北 楚国的东部就非常危险了 战友淘的和平路 魏国都城大梁的城门 就再不敢打开了 放弃称帝 而以攻伐宋国暴君这件事代替 国家就会被人看中 而大王的名声也会更尊崇 燕国 楚国因此而被迫归服 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听命于您的 这是如同商汤 周五王那样的一句 在名义上尊敬秦国取得帝号 然后让天下的人厌恶他 这就是所谓的用悲弱表现尊贵的方法 希望大王您能够仔细考虑这件事 因此齐王放弃称帝 重新称王 秦国也放弃了称帝 闽王三十八年 前两百六十三年 齐军攻打宋国 秦昭王生气地说 我喜爱宋国和喜爱新城 阳靖是一样的 齐国的寒孽是我的朋友 可他却攻打我所喜爱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 苏代卫齐王对秦王说 寒涅攻打宋国 目的就是为了大王 齐国强大起来 再加上宋国在旁的辅助 楚国和魏国一定会恐惧 一恐惧就必然要向西投靠秦国 这样的话 大王不用一兵 不商一卒 不费什么事就搁占了魏国的安逸 这都是寒涅为大王所安排的妙计 秦王说 我担忧的是齐国难以摸透 时而合纵 时而连横 是什么意思呢 苏代回答说 天下各诸侯国的事情 都会让齐国完全知晓 齐国攻打宋国 是因为他知道服侍秦国 必须要有万成的兵力来辅助自己 不向西投靠秦国 宋国就不得安定 中原各诸侯国的上了年纪的游说之事 都费尽心机要离间齐 秦的联盟 驾着车争相向西行驶的人 并无一个人谈论齐国的好处 驾着车争相向东行驶的人 并无一个人谈论秦国的好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不希望齐国和秦国联合 为什么三晋与楚国那么聪明 而齐国和秦国却这么愚笨呢 三晋和楚国联合了 必定会商议着攻打齐国和秦国 齐国与秦国联合了 必定对三晋和楚国有所图谋 希望大王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决策 秦王说 好 因此齐国就攻打宋国 宋王出逃 死在了温帝 齐国向南攻下了楚国的淮北 向西侵入三晋的国境 打算吞并周氏 成为天子 四水附近的邹 卢等诸侯国的国君都向齐国称臣 天下诸侯都十分恐惧 敏王三十九年 前两百六十二年 秦军攻打齐国 攻取了齐国的九座城义 敏王四十年 前两百六十一年 燕 秦 楚与三晋共同谋划 各自派出他们的精锐兵力 跑伐齐国 在几夕击败了齐军 齐王的队伍瓦解向后退却 燕国大将越义于是攻入灵栽 劫掠了齐国的全部珍宝礼器 齐敏王出逃 来到魏国 魏国国君将王宫让出来给齐敏王居住 向他称臣并攻击他一切所需用具 敏王十分傲慢 所以魏国人攻击他 敏王最后只能离开魏国 前往 邹 鲁 仍旧很傲慢 邹 鲁的国君没有接纳他 于是他跑到举帝 楚国派闹齿率领军队援救齐国 闹齿就借机当上了齐敏王的丞相 闹齿杀掉了敏王 并与燕国一起瓜分了所占齐国的土地和宝器 敏王被杀后 他的儿子法章隐姓埋名来到举太使脚家做了庸人 太使脚的女儿对法章的相貌不凡感到惊奇 觉得他不是常人 可怜他并常常偷找给他衣服和食物 并且与他私通 闹齿已经离开举城 举城人与齐国逃出来的臣子聚在一起 打算寻找齐敏王的儿子 想要立他做齐王 法章害怕他们会杀害自己 过了很长时间 才敢对外称我是齐敏王的儿子 于是举人共同拥立法章 他就是齐相王 他们守卫举城发布告告知齐国人 齐王已经在举城即位 襄王已经即位 封太使脚的女儿为王后 就是君王后生了儿子见 太使脚说 女子没经过没人的说和就私自嫁人 根本不配作为我的后代 侮辱了我们的家风终身不再见君王后 君王后十分贤惠 并不因为父亲不再和自己相见 就失去作为子女的礼节 襄王在举城待了五年 田丹率领吉末的军民击败了燕军 乾王举的迎回湘王 进入云灾 齐国之前的土地全都再次属于齐国 齐王封田单为安平军 湘王十四年前两百七十年 秦军攻打齐国的刚寿 十九年前两百六十五年 湘王去世 他的儿子见即位 齐王见即位六年后 秦国攻打赵国 齐国和楚国出兵救援赵国 秦国谋划说 齐国和楚国出兵救援赵国 如果他们关系亲密 我们就撤军 倘若他们关系不好 我们就继续进攻 赵国缺少食物 请求齐国支持些宿命 齐国没有答应 周子说 不如答应赵国的要求 以让秦军撤退 不答应赵国的要求 秦国就不会撤军 这样的话 秦国的阴谋得逞 齐国和楚国的计谋就会失败 而且赵国对于齐国和楚国来说 就像一面屏障 就好比人的牙齿有嘴唇作为屏障 嘴唇没有了 牙齿就会感到寒冷 如果今天赵国灭亡了 明天灾祸就会降临到齐国和楚国身上 而且援救赵国这件事 应该就像是手捧着落瓮去浇烧干的锅那样破清 救援赵国 这是高尚的道义之举 令秦国撤军能够显扬名声 以仗义援救即将灭亡的国家 杨威已是强大的秦国撤军 不尽心这样做却专心于吝啬粮食 为国家制定计划的人犯了错误 齐王并不听从 秦军在长平击败赵军40多万 接着便包围了邯郸 齐王建16年 前249年 秦国灭掉了周 齐国君王后去世 23年 前242年 秦国在新宫局的魏国土地上设置东郡 28年 前237年 齐王前往秦国朝拜 秦王正在咸阳摆设酒宴困呆 35年 前230年 秦国灭掉了韩国 37年 前228年 秦国灭掉了赵国 38年 前227年 燕国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 秦王发觉此事 杀死了荆轲 过了一年 秦军攻入了燕都 燕王逃到了辽东 第二年 秦国灭掉了魏国 秦军在立下主战 42年 前223年 秦国灭掉了楚国 第二年 秦军俘虏了戴王家 杀掉了燕王洗 秦王剑44年 前221年 秦国派军队攻打齐国 齐王听取了丞相后胜的计策 并不抵抗 率领齐军投降了秦军 秦军俘虏了秦王剑 把他迁往贡城 于是灭掉齐国 设置军县 天下被秦国统一 秦王正号称皇帝 最初 君王后很贤惠 服侍秦国非常谨慎 和诸侯约首信用 再加上齐国位于东部海滨 秦军夜以继日地攻打三境 燕 楚 五国在秦军的攻伐中忙于自救 因而齐王剑即位四十多年 并未遭逢战祸 君王后去世后 后胜担任齐国的丞相 她多次接受秦国间谍的贿赂 多次派宾客前往秦国 秦国又给了他们很多金钱 宾客们回到齐国都成了间谍 劝说齐王放弃合纵而去朝见秦王 不进行攻占的准备 不相助五国出兵攻打秦国 秦国因此才得以灭掉其他五国 五国已经被灭 秦军终于攻入林姿 百姓没有敢抗拒的 齐王剑于是投降 被迁往贡城 所以齐国人怨恨齐王剑 没能尽早与诸侯合纵攻打秦国 听信奸臣与宾客的劝说 而让齐国灭亡 人们编出歌谣畅道 松树还是百树 令王剑迁往贡城 是宾客吗 意思是怨恨齐王剑 任用宾客前不加详查 太史公说 大概孔子到了晚年 才喜欢阅读周易 周易作为一门学问来说 道理十分深奥 如果没有通晓古今的智慧 谁能专注于他呢 因此周太史给田敬仲玩补卦 算到他时代之后 到了田丸逃往齐国 义仲替他补卦也这么说 田齐与田长之所以能够接连杀死两位国军 在齐国专权 并非形式一点点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能是为了遵循某种预定的先兆吧 在这边的孔子里面